在近代哲学领域出了大神蒂卡尔 法国的哲学家各个脑洞情奇 思维狂野 比如孔德 孔德无疑是一个扭叉的斜杠青年 他不但是哲学家 还是社会学的创始人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更梦幻的是他还发明了一个宗教 叫做人道教 他认为人道教是基督教的高级发展形式 因为这个宗教是孔德自己发明的 所以他自己出任这个宗教的唯一先知 他临摹基督教的配置 用古往寄来的科学家替代了基督教的圣徒 比如用阿基米德替代了圣保罗 用牛顿取代了圣托马斯阿奎纳等等 而且一一对应 不多不少正好九九八十一个 法国的思想家果然勾业 受基督教三维一体观念的影响 西方思想家大多喜欢用三分法去研究世界 这和中国喜欢用四这个数字一样制妞 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 四大美女 四大天王等等 孔德也用三分法 把人类的文明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个阶段是神学阶段 这个阶段是人类试图用幼稚的理性 去理解自然万物的一个过程 比如古希腊的神话阶段 虽然这时候人类处于一种理性的缺失状态 但是人类却雄星万丈 他们试图用微弱的理性解释自然界的终极秘密 这种想法的结果无疑是被打脸 于是理性不够神来凑 人们塑造了各式各样的神和神话去解释这个世界 孔德认为各民族各文明的原始神话都是这个阶段的场合 第二个阶段是行人上的阶段 随着人类理性的提升 人类不再满足于用脑洞和神去解释一切 人们逐渐开始想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终极本质 在行人上阶段 人类用逻辑替代了超自然的神 用思辨取代了脑洞 这个时期逻辑学和理性快速发展 他们摧毁了神学时代的神迹 完成了理性对宗教的第一次去美 在这个阶段 人类追求绝对的知识和真理 比如希腊哲学的终极追问 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这一本质 属于典型的行人上阶段 而第三个阶段就是孔德所说的实证阶段 所谓实证阶段 我们可以理解为科学的阶段 孔德认为 实证阶段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的理智成熟了 人们放弃了神学的脑洞和行人上学对真理的绝对追求 人们以科学研究为基本手段尊重经验事实 依靠观察和理性的力量去解释现象 发现世界的规律 比如寻正医学就是这一阶段的发展成果 在实证阶段 一切知识都必须经过实证才可以被确立 孔德认为 人类文明的三个阶段体现在各个层面 比如在神学阶段 人类的文化主要表现为摘星术跳大神等等 在行人上的阶段 人类产生了逻辑学 而在实证阶段 科学无限繁荣 所有的知识都需要被实验验证 社会学领域也遵从这三个阶段的特征 在神学阶段 人类的政治哲学是军权神兽 在行人上阶段 人类追求绝对的理想 提出了平等自由不爱的观念 发展出了契约政治 而在实证阶段 人类用科学技术管理社会调节人类的活动 比如AI大数据对人类的行为和意识的分析等等 大家都看出来了 孔德的实证主义受到了康德的其大的影响 孔德认为要研究分析世界 但是不能对世界下任何实质性的终极结论 这带有鲜明的康德的观念 科学研究的仅仅是现象 但是无法探究到背后的物资体 孔德说我们要知道 获取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放弃对宇宙起源和世界真相的探索 不要去试图解释事物的终极原因 而是要集中精力用理性和实验 去获取能够帮助我们的有效定理 孔德在拳打行人上学后 又一脚踹翻了唯物主义 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探求到事物的真正本质 在孔德眼里 那些幼稚的还原论者 唯物主义者都违反了康德的观念 他们总是想通过现象去洞悉背后的物字体 哲学家卡伊尼尔森认为 从欧罗启蒙运动之后 世界思想史发展的全部冲动 就是科学的冲动 人们把科学作为一种无上的权威 认为科学可以解释发展中的任何问题 他们忽略了信仰的权威和哲学的权威 解密世界 还原一切 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不但谁学被驱媚 连行日上学都被无数人踩在脚下 人们越来越不相信那些不经过时政主义 而是通过信仰 或者纯粹的行日上思考得出的结论 在孔德时政主义的影响下 信仰崩塌 行日上崩塌 人们踩过古典哲学和近代哲学的辉煌 开启了现代哲学的大门 孔德的理论面临着诸多的批判 很多学者激烈反对他的时政主义 反对孔德用时政主义碾压一切的世界 特别是马克思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后 人们才重新认识到价值理性的光辉